Zither Harp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 鬼王延避合掌而退 婆罗门尼寻主梦归 乌此事宜 便以捷花定自在往如来塔向之前 利弘誓言 愿我尽未来节 应有罪苦众生 广受方便使令泄脱 这一段的白话解释是说 婆罗门尼他就如梦初醒的 回到他原来的住处 他觉悟了这件事情 乌此事宜 他觉悟了 他切实知道他母亲已经解脱升天了 他就变在捷花定自在往如来塔向前面 立下这个宏大的誓愿 就发四宏誓愿了 愿我尽未来节年 地义的其他众生也同时都救 应有罪苦众就是 地义不空是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生不低 所以婆罗门尼这个时候就成为地藏王菩萨 第二次的誓愿 第一次誓愿是大障者词 那因为他发这个愿以后 他就变成地藏菩萨的第二次实现 这第一步空是不成果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他发了这个愿 就是愿我尽未来节 应有罪苦众生 他用各种方法广受方便 广盖各种方便的方法 使他们得到解脱 那这一段是讲婆罗门尼怎么超度他母亲 行主梦规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一段的表法 我们先讲出来 行主梦规就是对法僧大事来说 法僧大事是离开死法界 因为婆罗门尼是菩萨 是法僧大事 所以他已经离开无名大梦了 也是他离开死法界的 这是要讲的比他深一点 寻主梦规的意思 为什么叫寻呢 它刹那之间 顿悟菩提 顿修顿正 就是信节行政 他已经误入了 这寻了 就刹那之间 这破根本无名 就是就叫做寻主梦规 他规到那里 他规到极德世界了 规到长期光镜土了 规到施暴庄圆土了 这叫规 规到无上正等正觉 这叫规的意思 不然说梦规 要归到哪去 他一定是归到无上正等正觉 寻主梦规 悟此事宜 他觉悟了 觉悟他母亲 为什么斗地义 为什么众生会斗地义 他觉悟了 因为照忤逆使恶 后夜苦 弥后照夜受苦 这就是悟此事宜 他就在洁华殿自在往主台塔项之前 他就发失控事宴了 所以这个洁华殿自在往主台我们讲这是自信 他就在这个佛前面 他发力弘事宴就发失控事宴 众生无边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段 法门无量试验血 活到无上试验层 老和尚有讲过 老和尚说 你要先把众生无边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度先修 然后到极的世界里 再修法门无量试验血 活到无上试验层 他说你在这边就不能够夹杂 所以后面那两个你到极的世界修 往生以前修什么 就众生无边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段 所以立红试验 烦恼近未来节 应有罪苦众生 广受荒变 死定些多 这个遍你结花定自在上诸子 我再补充一下 物处事宴 霍然大悟 大梦初行 这是表法 他在超度他母亲 也是因为他觉悟了 他忽然大悟 他才有那个功德 超度他母亲 这个地方告诉你什么 要怎么离开地 实际上是 借由婆罗门尼的母亲 叶地利离开地意 这里面讲的经文是这样 婆罗门尼的母亲 是叶地利罪你 她离开地 怎么地 是因为她的女儿 孝顺之子 为母受贡 修福布施 结花店 这样如来 来超度她 那这也在表法讲什么 只要告诉你说 你怎么离开地意 叶地利罪你升天 所以也可以解说 表法上讲 婆罗门尼就是 觉悟的修行者 那个菩萨发大心 发四孔四孕的那位菩萨行者 可是他还没有在发大心以前 他还没有觉悟以前 他就是那个叶地利罪你 他就是那个造罪业的 他的母亲 所以这个母亲 表法 就是剥裂的意思 所以叶地利罪你 实际上是讲 婆罗门尼的母亲 但是表法上讲 是你自己本有的智慧 你的菩提自信 明了以后 一定无名升三戏 禁忌无缘掌留处 造业以后才会去堕第一 所以他现在这一段的意思 借有婆罗门尼 跟他的母亲 叶地利罪你升天 被操见到天界 就是先得到人天生 再从人天生再操渡上去 这也在告诉你说 你怎么离开第一 就是你要觉悟 一定要觉悟 了解为什么会生死轮回 为什么会到第一 你要先了解这一点 要觉悟 那叶地劫发定 自在往主带塔项之前 就是说 六大师在传乡畅品里面提到的 你必须要从此事 必须从自信中起 他说修行是开发自信本节 所以才说在 洁发定之上如来塔项之前 这如来表自信 塔项表我们这个色身的佛殿 表要生物自信 表修行要从自信中觉醒 从这里下手 就这里这一段 便你觉悟定之上如来塔项之前的意识 那利宏试验刚才已经讲过 一定要发自宏试验 所以众生无边试验度 那个众生就包括你自己 你自己的计较心 分别心 贪爱心 不舍心 嫉妒心 攀怜心 围取心 情爱心 懈怠心 我慢心 背下心 染灼心 这些都是你的众生 你要先超度这些 要众生无边试验度 我们嫉妒别人也是很苦 那个嫉妒心也是一种业力 因我尽未来节年 因我最苦众生 如果你有这些无名烦恼 你就是最苦众生 那怎么样在广受方便呢 广受方便 所以你要用各种方法 布施慈悉 忍辱 精进 禅定 都是方便的 有八万世间法门 让你修 你放生 供养佛事 印经 拜灿 练佛 各种方法 八万世间法门 都是方便 你要开始 用各种方便 法门 广受方便的意思是这样 使命卸脱 让你自己能够解脱 所以 老法师说 这一段里面 这只要是讲什么 就佛罗姆进入地义呢 他感觉像一场梦 他从定中里面见到了 从定中出定 他觉悟了 他这个事情完全清楚明白 了解他母亲为什么多地义 那么这一段也是讲地上菩萨 因地的发愿 那么最后呢 我们看这个军文 佛告文殊师利 使鬼王无独者 当今采守菩萨树 婆罗蒙尼者 即地藏菩萨 那佛就告诉文殊师利菩萨了 这个无独鬼王 就是现在我们供养的 财所菩萨 那佛罗蒙尼呢 就是地藏菩萨 为什么说 无独鬼王是财所菩萨呢 你看科书里面有讲 财乃人手共宝 以无财则品 古云胜利 贫之为病也 但四宝凡俗所贵 照佑自患 唯有法宝 忠实获安 这段讲得非常好 他说 为什么用无独鬼王 这边说 他是当今的采守菩萨呢 他说 财大家都需要 是人间啊 大家都共同珍惜的宝贝 因为你没有财 就贫 你没有世间财 你就变成世间的穷人 你没有法财 你就变成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就是贫穷嘛 你就烦恼很重就贫嘛 所以古云耶 胜利 古人说 这很重要啊 贫之为病啊 那贫本身就是一个什么 贫之本身就是一个痛苦啊 所以没有钱财也痛苦 没有智慧也痛苦 他都不能离开轮回啊 不能解脱生死啊 那没有钱财 他在这个世间生活就非常困难了 但四宝凡俗所贵 那世间的钱财呢 大家都很喜欢 凡俗就是众生啊 都很喜欢 他就重视这个世间的钱财 但是这个世间的钱财呢 你看那个金钱呢 金子旁边有两个鸽啊 那个鸽叫什么 两个兵器啊 会照来杀生之祸啊 所以他说 照忧之苦 做饭了 你钱多就会照业啊 照业就要受苦了 所以 照忧 会有这个忧愁啊 会有得失心啊 所以照忧之苦 做饭了 那唯有法宝 忠实或安 只有智慧 他就可以什么 他可以得到这个安乐啊 解脱安乐啊 是忠实或安啊 净明饮 净明就净明金嘛 就不可思议切斗金 就唯莫子所收金嘛 忧有七财宝教授以知习啊 他会有七种财宝教你们 怎么样去养你的法生会命啊 七财者以信而借三多文 四色五会 持五为宝 六财七贵 持我为所财人 他这个地方跟你解释啊 我们有七圣财啊 我们有七财啊 七个法财 每个人都有 第一个信财 第二个借财 第三个多文财 第四个舍财 第五个会财 那第六个是残财 第七个是贵财 你有残贵心 你才会精进用功啊 所以这个七圣财前面五个是为宝 后面那两个呢 后面那两个呢 是所财人 南此七财 以信为首 这段还蛮长的 可能没办法全部讲完 以信为首 信故辞戒 你有信佛 你才会辞戒啊 信故辞戒 善有多文 你有信心 你才会去行善啊 行善 你才会把那个文财 开花出来啊 你听经文化懂啦 你心开意诫啦 你没有听经文化 你不会说什么 不会去舍财啊 财不思法不思 无谓不思啊 你听文以后 心开意诫 你才能舍 舍就是放下 能放下才能生智慧啊 舍者生慧啊 故信为财守啊 所以这个地方讲说 财守菩萨 无独鬼王呢 是财守菩萨 他用财守两个字呢 有他的标法 所以你要成为菩萨 你要开发七圣财 婆罗不思法 你到第一 是无独鬼王 带他去见 去告诉他 所以无独鬼王 事实上也是菩萨的化身 他告诉你 先修什么 先修信财出来 因为他是七圣财 七圣财里面的第一个 信财先修 所以你对三宝也有信心 对英国也有信心 对佛法也有信心 你才会怎么样 你才会修界定会 你才会有机会处理第一 所以信财要先开出来 这财守菩萨事业 是摆第一个 演练在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 分身集会品第二 那我们看今晚 分身集会品第二 尔是百千万利 不可吃 不可以 不可量 不可收 无量阿生起世界 所有第一处 分身地藏菩萨 聚来 集在 刀立天宫 这段的白话是 那时 佛陀当时 在刀立天宫 开刀立大会的时候 诸佛菩萨 某佛萨都来 参加这一会 那 我就是菩萨 跟佛陀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结束以后 这是指尔是 尔是的意思是这样 那时 有百千万利 不可吃亿 不可计量 不可收 无量阿生起世界 所有地义中 分身地藏菩萨 也同时 集集到 刀立天宫 参加这个地藏华会 那 这个地方我们就来 讲解一下 老法师的开示说 这一段的意思 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去过第一 都迷惑过 糊涂过 都照过 所有的事情 就照过第一 但是每一个 又都有佛性 所以这一段的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百千万利 不可思 不可意 不可量 不可收 下面是 无量阿生起世界 老法师说 这一段在讲的 就是讲心地宝藏 虽然说 你现在有佛性 但是你迷了以后 照实过 哪一天 断过修缮 团明为物 找完成事 成佛了 到极乐世界去的 到道理天空 你又是 分身地藏菩萨 开花 你的心地宝藏 所以这个 百千万利 不可思 不可意 不可量 不可收 无量阿生起世界 在讲 这些 昏顺地藏菩萨 这么多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前面所有 讲一句 所有第一处 他为什么讲 所有第一处 有这么多 昏顺地藏菩萨 老法师说 有地义 就有地藏菩萨 因为有地义 的地方 就一定要有地藏菩萨 就是救度 地藏菩萨 代表心地宝藏 那地义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的 贪生之慢离 代表我们 无量无边的罪业 也就是我们 执迷不悟 失恶业 所以 所有第一处 我的体悟是 所有第一处 就是我们的 三毒根源 就贪生之 你有贪生之 才会去造业 然后才会多到第一期 贪生之都断了 怎么会到第一期 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 你就到诸佛国土去了 你就到死方 他方世界 做佛去了 你怎么会到第一期呢 因为你贪生之都断了 贪生之都断的话 你最少小胜是阿罗汉了 他就离开三界六道轮回 如果你在破箭尸后 在破成沙后 然后再破一瓶根本无名 你就离开死法界了 你就到一尊法界去做佛了 那一尊佛在哪里 一尊佛的教化期 在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 我们三毒的根源就是贪生之 你贪生之没有断 你就一定会造无逆时务 那当然会到第一期 所以这个地方讲说 所有第一处是什么意思 那个地方 老师上刚讲说 我们哪个人没有去过第一 你有贪生之 你就曾经去过第一吗 所以我们的阿赖耶 我们的习气 毛病 妄想 分别执着 我们的八四五十一个新手 那个就是所有第一处 但是那个地方 你只要接触到善之士 十节英年 过亿三宝 过予释迦摩尼佛 过予三藏首部经典 过予清净的僧人 最后你修到 变成归一佛 就是归一觉 觉悦不明 那归一法 就是归一正 正而不邪 归一生就是归一清 不然你成佛 归一节正境 那就是 浑身地藏菩萨 可以做浑身 就可以视线到人间 来做佛 那如果你是成地藏大愿的 那你要弘扬孝道 那你就地藏菩萨的浑身 所以 浑身地藏菩萨 老师上说 就是要发愿 要做榜样 千人家端落修善 就是地藏心 地藏愿 地藏行 一切死一切处 在家 在职场 你都塑现这样的一个 地藏心 地藏愿 地藏行 你就是浑身地藏菩萨 这还不是真正 开悟的地藏菩萨 老师上说 叫大心凡夫 就已经发菩提心了 但是他还是一个凡夫 因为你叫他发菩提心 你说哎哟 我不敢发菩提心 你说那你发心可不可以 好那我发心可以 他说发心 但是他习气毛病还没断 就大心凡夫 就 闲让大自翻的 大道心菩萨 这我们一般人叫绝有情 所以呢 所有第一处 浑身地藏菩萨 就是 曾经 弃过第一 那也可以讲说 有第一的地方 就有地藏菩萨在救度 所以叫浑身地藏菩萨 无量 因为老和尚说的 众生造一 造第一的罪人多 所以浑身就要多 那为什么会造罪呢 为什么造罪的人多呢 老和尚说没有人教 人之之信本善 信相敬习相远 人之初啊 那个信本善就是 本性佛性 信相敬习相远啊 本性大家都一样 习相远呢 就是习气 把你带坏了 敬之之之之 今末之之之 果不叫信乃迁 如果你不教育他 他就 敬之之之之 君末走黑 他就变成坏人了 所以 为什么会造罪的人多呢 就是没有人教 所以呢 老和尚说啊 那怎么办呢 你怎么学地藏菩萨 你就说 他斗第一 我不斗 他做我不做 他斗第一 我欠他 怎么救他 老和尚说 你看他看 他贪你不贪 你就教他一个 如何脱离第一的方法 如何超越苦海的好样子 给他看 你学佛学姐 你做给他看嘛 就 因为老和尚说 现在这个末法 欠人以口很难 你要一直跟他讲很难 你做表率给他看 像刘树云 他就是先视线给你看 他是红帮性囊仓啊 他用时间 修无量寿经啊 他听到他定功线前 智慧开了 他讲无量寿经 他就是做给你看 他讲 你不见得做得到 他干脆做给你看 你学我 这也可以讲说 浑身地藏菩萨 来教化众生 教化什么 教化说 一个得了这个 红帮性囊仓的病人 他可以 一张消除 然后智慧开 来教化众生 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 百千万里不可思 不可疑 不可量 不可说啊 无量阿生子世界 树像上讲起来 是有这么多的 分身地藏菩萨 在救度众生 在哪里救 在所有第一处的地方 有人造罪的地方 有人造业的地方 在那边救度众生 那在表法上来说呢 那个百千万里 不可思不可疑 不可量 不可说 就是表示说 每一个众生里面 都有这个心地保障 但是呢 他阿赖耶里面 也有无量无边的 叛生吃的三毒 阿赖耶的种子 就是所有第一处 只要他一到十节一年 转迷成物 转返成圣 他就成为 分身地藏菩萨 所以呢 信德 分身 集会呢 就告诉你 信德偏一切处 那么 信德不可思议 当开悟的 正法生呢 他就可以 分身无量了 那悲愿一发呢 便不可思议 所有和菩萨 都叫大慈大悲 那我们现在迷了 发不出来 但是你走上大圣法门 有一天会开悟 你走上修行这条路 你听闻大圣心地法门 你学地藏王菩萨 见修见悟 一旦世界一年到来 你破了我法傲子 你悟了这一念心 豁然觉醒 自信本际的善根力量 就流露出来了 所以 要学 昏顺地藏菩萨 就是老和尚说的 写大心凡夫 你只要发菩提心 就可以了 那你发心 诸我菩萨都会复念 那我举我个人一个例子 我发现是说 要帮人家助念 是谁找得到我 我就去助念 你如果发现 为什么叫本愿 我们一开始就跟各位讲过 那个伴就从新地发出的愿 他就不退转 他就有根的 有根一到风一到雨 他都不会退转 他就会依照这个本愿去 去施行 去旅行 去践行 但你发这个愿以后 十方祝福都会共证 地藏菩萨也会知道 那我曾经接到一个住店的个案 那位居士呢 他是得忧郁症 在这个时间呢 是2002年1月17号 这位内府的居士呢 姓王 他已经往生了嘛 往生了大概16年了 他跟他的妻子呢 有很严重的沟通不良 所以他最后得了忧郁症 年纪也不大 他离家出走四天 尸体在哪里发现呢 在内府的山区发现 前身都已经长去了 因为死了四天嘛 就长去 民众报案 警察发现以后 他抬下山 抬下山就要开始住恋啊 连连就找我去啊 他也不敢在他们家住恋 就搬到他们一间空屋房子住恋 那前身呢 都用白布包起来 上面再盖托罗尼培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 他长去了 我就一直开示啦 一直练佛啦 后来我就问林佑说 我开始习惯都一定要先托罗尼培呀 那为什么包成这个样子呢 他不是啦 因为他在 他也不好意思跟我讲说 身上长躯呀 他说因为死了四天啊 相貌不好看 所以就用白布包起来 这样开室就好 不用再掀开了 就被盖着 我就非常的发喜 就跟他开室 后来知道说 为什么他要离家出走 为什么都犹豫症 就是他们归房出问题 夫妻之间 他们见解不同 他怀疑他世界 外面有外遇 所以他就喝了安眠药自杀 在山上 后来我就请他师姐 到他面前跟他跪下去忏悔 师兄我非常的爱你 我没有外遇对象 完全是误会一场 因为他阿赖耶里面 一直认为你有外遇 这样在临命中时 在终因身 帮他们夫妻化解这个恩怨 这个怨气 把它化解掉 让他能够放下这个惩恨心 让他心开意见 师姐亲自跟他忏悔道歉 等到我都读恋完以后 隔了几天 我就问师姐说 那为什么没有把布打开呢 她说师兄 怕你会产生害怕 他身上都长去啦 一听到长去 你就开始心惊胆跳啦 你本身你就被经济转啦 当然 那时候我才刚开始写 读恋没多久 其实我是发了地藏菩萨这个愿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就是说 你这个众生在受敌意的 这个苦难的地方 你学地藏菩萨的心 地藏心地藏愿地藏心 你就分身地藏菩萨 你来安慰这些众生 是这个意思 我特别做这样的一个补充 这个北京的经济 你认为就在个人